巫统中央党职改选倒数三天 竞争最激烈的莫过于党主席之争 有人说过党主席候选人之一的东姑拉沙里都已经81岁了 怎么还出来竞选呢 对于这番言论孤立接受亚洲新闻台访问时就说 年龄根本不是问题 毕竟我们的首相也已经93岁了 那既然敦马能够为了纳吉而复出政坛 那么他自己也能够为了敦马而再战江湖 坚信巫统能够重新站起来的孤立一刻都没有停歇 今天他又飞到槟城北海去 积极拉票了 巫统党主席候选人之一的东姑拉沙里今天抵达槟城 并获得当地150名巫统代表的热情接待 在致辞的时候 孤立语重心长地表示 巫统如果要重拾昔日光飞 就必须为过去的错误道歉 而他也承诺 一旦自己当选巫统主席 他将会筹罢一场谢罪大会 就在孤立在北马积极拉票的同时 另一名党主席候选人凯里 则跑到东马沙巴会见当地的代表 面对即将上演的党主席之争 凯里在记者会上就以不点名的方式 暗批对手阿木扎西 并直言巫统当前所面对的问题 源头就出现在现任领导层 毫无领导方向 另一方面 在沙拉越国阵成员党集体退出国阵之后 巫统在沙巴的地位也似乎变得岌岌可危 针对这点 凯里认为沙巴巫统没有必要解散 但是他们必须进行内部改造 以应付五年之后的大选